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五种油性的水晶 为什么只有四条? 阿比姐,拿另一条过来,快点快点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最终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如果看过我的影片,我常常介绍说什么叫高频水晶 大家都知道我有分高频或者低频 而高频水晶就是并不会和油和水晶一起去配戴 因为能量是会抵消的,很多人都常问 我的水晶是属于油和的水晶还是高频的水晶? 其实在这个能量来讲,油和水晶或者我们叫低频水晶 是有分好几种的,例如第一 如果水晶效果有安定情绪的, 都会偏向于油性的性质呢? 好了,这些我们叫低频水晶 因为它会令你可以消除心烦意乱 减低脾气暴躁,或者解除心中的屈结 第二种可以令你安眠的水晶,即好一点 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它令你的大脑皮层可以放松 不敢活跃,令你有一个睡眠好的质素 配合水晶,这个阴油的能量令你处身于一个舒适的磁场里面 好了,油和的水晶我再讲一讲,例如 一,月亮石可以帮助你平复你烦躁的心情 也可以提升女性油味的本质 也可以帮助你有好的睡眠质素 还有很棒的,就是减少情侣的磨擦 好了,第二种呢,这个海南宝 海南宝对应喉咙的位置,如果声带方面有问题 它可以帮到你,也可以加强表达的能力 和说服力,也可以平复情绪 好了,第三就是子理辉 子理辉可以摆脱精神紧张,身心可以帮助和解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记忆力加强平衡情绪 远离急躁的性格 好了,再一种呢,就是这个青金石 青金石呢,几神奇的 它可以原来帮助你克服这个畏高症 而它油和的能量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 舒解压力,消除疲劳,改善喉咙气管的无病问题 也可以提升个人对事物的敏感度 好了,最后一种呢,就是茶精 它也能量可以沉实安定 帮助那个人的精神可以比较定些 不要那么多胡思乱想 也都很清晰,落实这个主见 即是呢,可以决定性呢,就可以比较高一点 以上呢,都是一些呢,油和性水晶的例子 除了尽量呢,就不要和高频水晶配搭之外呢 还有一些呢,不适合配搭的水晶组合的 因为怎么说呢,效果会双冲 例如啦,就月亮石和太阳石 那你又怎样可以油顺地成为众人的焦点呢 好了,再一个例子,虎幻石加这个子利辉 那你又怎样可以,就好像老虎一样坚毅地放松心情呢 好了,再来一个例子,草莓精加上这个茶精 那更加你又怎样可以呢,热情地这个下,心情可以平定到呢 以上呢,都是一些犯错了配搭的水晶组合 那大家呢,多加留意呢,就不会浪费了水晶帮你的一番好意了